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距离地图 我们先说下高距离 李 高距离建立于公元前37年 创立着叫做朱盟 朱盟是中国东北第一个政权浮渝国的王室成员 因为内部争斗 朱盟决定从浮渝国出走 后来在今天辽宁省新滨县永灵镇建立了高距离国 同时北方 竟然有两个政权 朱盟国与中原王朝开始了对高距离国的争讨 发生了很多次摩擦 遗憾的是高距离是最后的胜利者 公元494年 高距离干掉了朱盟国 疆域极大扩大 涵盖了今天的辽宁 吉林部分地区 朝鲜全境 韩国部分地区 高距离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非常密切 期间发生过多次战争 在隋朝 隋阳帝曾经三次举国亲征高距离 结果夺火 脱跑了大隋朝 到了唐朝的时候 高距离国欺负邻居新罗国 而新罗是唐朝的藩属国 这下子唐朝不干了 你高距离还敢欺负我的小弟 于是在正式向高距离国宣战 一打就是二十多年 公元668年 唐朝又微为大将军薛仁贵 攻破高距离首都平壤 高距离作为一个国家 彻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唐朝和新罗 以大同江为界 瓜分了高距离的国土 展开全文高历地图 浮云国的主体民族是慧莫族 所以高距离国民的主体民族 也是慧莫族 杂柔了浮云人 契丹 鲜卑 汉人 新罗人 古代韩国人等多民族 高距离国灭亡后 国民融入了中原 最后被汉族同化 这个来自中国东北附地民族建立的 高距离政权 灭亡二百多年后 又一个从朝鲜半岛南方崛起的王国建立的 他就是高历国 新罗借助唐朝的力量 完成了朝鲜半岛中南部的统一 八世纪后期以后 新罗同其宗主国唐 朝一样 陷入内乱与衰落的窘境 九世纪末 真胜女王统治下的新罗 爆发了人民起义 导致新罗戴朝鲜半岛的统治土崩瓦解 在各处的起义势力中 公义和真宣两个乱世 枭雄脱颖而出 最后 公义统一了全境 建立了国家 取名高丽 为啥取名高丽呢 公义想借着高距离的余威 呼吁人们造反起义 其实 他与高距离一点关系也没有 后来 公义被手下大将王健杀死 王健成为高丽王朝的国君 也就是历史上称的王室高丽 高丽历经三十四代君主 共四百七十五年 对外先后向后唐 后晋 后汉 后州 北宋 契丹辽朝 金昭 蒙古元朝 明朝等大陆国家称臣 并曾与契丹 女珍 蒙古等北方民族暴发战争 国土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朝鲜半岛中南部 十一世纪中叶后 以千里长城云辽 金为戒 西北在十二世纪的高丽瑞宗时期 达到鸭绿江沿岸 东北在高丽末年的宫敏王时 西阔章到甲州 西朝鲜甲山郡 吉州 西朝鲜吉州郡一县 1392年 李承贵废处攻让王自立建立了朝鲜王朝 王健知道两个国家的来历 我们都知道了 两个王国其实没啥关系 一 两者文化起源不同 高丽利是中国古代的浮渝族 在东北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 起源于吉林 后来才进入朝鲜半岛发展 文化归属感 更接近于中原 高丽是古代韩国人王健所建立的政权 脱离于新罗国 起源于朝鲜半岛南部 二 两者民族成分不同 高丽利的民族成分 杂柔了浮渝人 契丹 鲜卑 汉人 新罗人 古代韩国人等多民族 高丽人的主体 则使新罗人 民族归属感更倾向于三韩部 三 高丽利是曾经统治过朝鲜半岛北部的中国古代地方政权 而高丽则是朝鲜历史上的第二个统一王朝 两者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但根本不是同一个国家和民族 完全没有继承关系 参考资料 高历史 东史纲目 作者 每日汉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